市中心生活機能好又便利 出租套房很快就被搶光 但要小心照片可能是假的 重新裝潢的套房 冷氣電視都是全新的 外域牆壁還貼上漂亮磁磚 看起來就像民宿 這是花蓮一名屋主 9月10在租房網站上貼出資訊 約租1萬元 10月初馬上就成交 沒多久竟然在臉書 花蓮房屋出租社團裡 發現一模一樣的照片 內容還加碼可以養寵物 不獨立養臺和廚房 價格更便宜 一個月只要7000元 疑似想騙民眾先匯款看屋 房業的房仲就聯絡我 跟我說 現在你房子不是租掉 我怎麼還出現在租屋網上 然後我們才去看 就發現那個是假的 就是要吸引那些 可能急著專家 可能有的要為了寵物 屋主已經報案 警方表示 這是典型的租屋詐騙 利用租屋者競爭心理 怕慢一步就租不到房 一時心急先匯定金 因此網路上就有人用假照片釣魚 民眾想租房得親自到場 確認物件是否跟資訊相符 再來做決定也不遲 TVBS新聞高中黃靜芬花蓮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